有些人說有做傭婦一點孤獨的媳婦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我自己本身也沒有女兒 所以對美女來講特別的疼愛 所以在演戲的時候都呈現出來了 對不對 啾咪 所以做女兒子要友好 就是有媽媽有在的時候 聽說你這台大膽演出有露背嗎 一定要收看 當導演說露背的時候 我說蛤 詞記可以露背嗎 他說女兒只有肩膀一點 我說那我不要 女兒露就全露 這才會創詞記嗎 我希望我真的還是28歲我就可以全露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溫傑作霖 還不喜歡我穿西裝 真的 後來為什麼還要穿上呢 製作人的概念他是覺得這個老師 開這個公司應該是家也是在公司這邊 所以他可以穿個內衣啊什麼東西啊就上班 然後他覺得這樣比較自然一點 以前他受日本教育或者幹嘛的 這樣感覺比較好 所以後來協商的結果 有時候場面還是要穿西裝 他有很多的東西 保險業的東西 要念的話就是比較困難 但是你一定要死背 把那個台詞一定要死背 他專業名詞嘛 對我來說也是很簡單的 其實我最怕的就是表演這個真人真實的故事 然後再來就一個專業的東西 是 那天就請教十方 十方姐 我說你幾秒鐘在一個鏡頭前面 幾秒鐘可以掉眼淚 單單啦 三秒就好 我說我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 在鏡頭前面 然後叫我默默的培養情緒 然後掉眼淚 我一定要借助外力 所謂外力就是說 我可能會挑一首歌 然後在現場放 然後讓我感觸這樣 從這兩年開始吧 我總覺得我 我真的拍夠了 那我可不可以突破自己一點 所以在各 能夠在有限的條件之下 我盡量 無論節奏方法 鏡頭 甚至於音樂 從差不多到60年代嗎 開始 所以那樣的復古的氛圍 對我來講 只要是潘小姐的作品 復古 台灣的過去 就是全台灣它是第一名 那個音樂的氛圍剛剛好 超級輕快的 完全不大愛的 後來孫燕之有翻唱 叫做Venus 那麼我們用那個調子 我想假如這樣的東西 擺到大袋劇場會衝突嗎 其實是不會的 那加上我們的男女主角 是國內歌舞劇舞台上 非常有名的兩個演員 所以裡面其實有一小段 突發奇想 女主角是有跟著跳 甚至於我們會有猶豫 穿著慈濟制服 可不可以跳舞這件事情 可是一下子吧 可以 嘿 哈哈哈哈 謝謝 哈哈哈哈 嗯 omega 吳